男主角作证的年度大片《大上海》 日前在香港举行了盛大发布会 当天主办方不仅发布了最新的预告片和海报 还特地为两代许文强设下拜师一事 黄晓明更是亲自重发歌手中借过龙头棍 并激动地表示以后有人照着自己 实在是三生有心 照顾他就不行了 这么大一个照顾个baby就行了 但是晓明就成为你的baby 你的徒弟嘛 我们都有一手的 都有关系吗 我都喜欢俊男的 俊男baby我叫他以后 俊男baby ok Handsome baby 那个就是Angel的baby 慘了现在做师傅的讲什么都不能 我喜欢俊男 大上海汇集了红金宝 择任发吴振宇三大影帝 几位更是首都合作 在戏中针锋相对 面对几位在剧中势不两立的角色 王精表示 影帝联手果然相当专业 其中一场惊险的爆破戏 更是凸显几位的专业和负责 王精导演不紧张 因为为什么 在一间房里面看摩托 我紧张 炸弹在我前面 他不紧张 他一点都不紧张 很安静 爆了 爆了 爆了几角了 不用他死的 死周园发 他不紧张 他一点都不紧张 很定 很定 和周园发首都合作的黄小明 坦言和发歌相当投缘 市底下更常被发歌调戏 关系相当亲密 不同于往常的大侠形象 此次出演街头小混混的小明直言压力很大 但作为演员却有相当大的突破 这次其实我觉得更有挑战性 因为以往都是出来就是大侠 但这次是从一个小混混 一个上海的小次老 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上海滩的大哥 所以这个转换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挑战性会更好 更有意思 好 咱们来看看华语新生